Hello,大家好,我是And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老牌的瑞士的一个免费的VPN 那么它的速度随随便便可以上万开 然后通过简单的设置以后呢,可以长期免费的使用 非常的稳定,保密性非常的强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首先打开谷歌 然后输入这一个 到它的官网这边点开 它的官网可能不是在第一个 也许第二个第三个后面 你一定要找到这个网址官网 我们点开它 OK,到官网以后呢 这个英文的我们看不太懂啊 我们把它翻译一下 翻译成中文 OK,就是这个界面 那它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来讲的话,大家看这里 首先来讲大家看这里 它是全平台可以用的 那Windows,Android,这个苹果,LS 这个是Mac,这个是LS 后面还有啊,全平台都可以用 这个是受瑞士隐私法保护的一个安全访问全球任何地方 非常自由的一个VPN,即时连接 它的特点呢就是随时随地的可以安全的登陆 然后非常高级的一个保密 然后零日志的政策就是你每天上网什么内容 它都会清零的,不会保存 然后这边是一个更快的下载速度 那大家看这一边啊 这一边的话呢 当然的话,所有的VPN它都要赚钱的 那么这边是一个免费计划 这边是12个月的计划 这边是一个月的计划 那么它所对应的 它所对应的这一个金额都是不同的 那当然的话,有免费的 我们当然是免费的 我们今天重点讲这个免费的 免费的话 每个月不要钱 它有每三十天有时机的一个数据 大家看清楚 每三十天有个时机的数据 那当然很多小伙伴说这个时机可能不太够用啊 因为这个每天观看什么东西的流量比较大 没关系 后面我会讲到说怎么样子长期使用 这边是12个城市服务器 一个链接 这个都是几百个48个国家服务器 48个国家有服务器 OK 这个下面的话 我们来下载应用 大家看清楚 这边是根据不同的系统 这边Windows、Android、MacOS、LS什么东西的 我们当然是下载这个 我用电脑演示就下载这个Windows 我们点这个地方 这Use应用我们把它翻译一下 OK 大家看到这边 那用于计算机的Windows 那我们就点这里 点这里 直接点这里下载就好了 点这里下载就好了 下载这个APP到我们电脑上 那我已经下载了 在这边我就不再演示了 OK 下载以后大家看到就是这样一个应用程序 我们点击安装就可以了 那么要说明一点的就是 但是点击安装之前 你必须把所有的杀猪软件 包括什么306安全卫视什么东西的关掉 一定要关掉 因为经常用VPN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一些软件对我们应用程序都非常不友好 可能会拦截什么的导致你安装不成功 所以你把它关掉 然后再点去安装 那安装好以后 大家看到我桌面上 安装就很简单了 我就不讲了 大家看到我桌面上这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快捷方式 OK 我们点开它 OK 它打开以后的界面 就是这样一个界面 就是这样一个界面 那我们首先来讲是要注册 它是需要一个邮箱来注册的 邮箱的话 最好就是谷歌邮箱是最好的 注册以后的话 它会给你邮箱里面发一个邮件 让你确认一下 是不是你本人操作什么的 然后它会自动的给你一个密码 让你登陆 那么你就登陆就好了 这个是我已经登陆好的一个界面 那登陆了以后 那连接的话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点开这里 下面是很多的陷入 非常多的一个陷入 那的话上面是免费的 下面这些戴皇冠的都是VIP的 都是VIP的 那我们连就连这个免费的就好了 那点开每一个 每一个的话 它非常多的陷入 都有信号在这边的 OK 那我们就找一个这个信号比较好的 信号比较强的一个 我们连接一下 打比方这一个 它连接的速度比较慢 可能要等一会会 这个就像这个因为免费的东西 大家要有点耐心 就像女孩子一样 一定要有耐心 OK大家看到 我等到9981秒 现在才连上 这个地方 connected 由这个显示的时候 表示已经连上了 OK 那我们来打开浏览去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熟悉的这个YouTube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看一下 OK我们看看它的网速怎么样 那网速现在是2600多K 1800多K 我们快进一下看看 对这个网速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 这个完全可以满足 现在到了3900多K 4000多K了 现在4000多K了 我们快进一下 快进也基本上没什么压力的 基本上没什么压力 我们现在是720P的 我们现在是720P的这个清晰度 基本上没什么压力的 OK 现在稳定的4200K 这个网络好的时候 它随便可以跑到1万多K 没问题的 我经常都跑到1万多K了 看视频非常流畅的 OK 大家刚才看到那个APP来讲的话 那个VPN来讲的话 它是30天免费 那么30天时间到了以后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需要临时再注册一个账号 对吧 那么一年的话 注册个十几个账号就够用了 一直可以免费雄环下去 那么免费邮箱怎么弄呢 我这边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我们来到这个网站 这个是一个临时邮箱的网站 它这个邮箱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 那你点开这个网站以后 它就会给你一个邮箱 那邮箱的话 下面这个地方可以收到你联系邮件 因为你注册了一个VPN的时候 它会给你发送一个确认的一个邮件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邮箱你只要不刷新 它就实际只是这一个邮箱 当你网页关掉以后或者刷新以后 它这个邮箱就不存在了 你就找不到了 所以说大家用的时候 要等注册完成以后 再把这个页面关掉 OK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